大家好,今天来一款散热木 也是刚拿到手的一款散热木的一款随身小刀 然后这是一个散热木的标准包装盒 包装盒散热木 然后背面是一个型号 介绍4024 拆开包装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是一个 塑料的盒 然后有一个说明书 说明书上有一个产品的介绍 然后可以看一下产品特点 关于这些使用途 还有一个包括这个产品参数 这个长度很小 只有11.4英米 总长11.4 是一个窄开长度 润装是一个高性能不锈钢 后面是英文版 英文版一个大概的一个产品公司介绍 我们先把这个放一边 看一下本尊 抠出了 包装盒先放一边 我得盘它 不用盘 出厂就已经非常圆润了 这把小刀原论程度非常做得非常好 我买的是一个金色边的 然后这个明显就是比较光滑 之前我介绍介绍了一款我另外一个露手的三乐木的一个小摘刀 是这一款的 它这个边角冷角处理的话就没有4024这一款人论 这一款两个比较一下这一款稍微大一点 但是这一款是可以快开的 它的尺寸稍微比它大一点能使上劲 我们试一下这一把 推不动 只能这样推到扭 这样一个单手开有点费劲 加上它这个饼面比较光滑 不像这个做的双面镂空的话 你可以有个着力点 手指被扣在这边 然后给它一个劲 就可以把这个弹开来了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把小摘刀拆快递 然后这一块的话只能这样推 用推刀你这样推出来 但是我发现这一块刀给你的感觉 它非常紧固非常紧固非常扎实 相对来说这一把就没有那么 推出来的感觉就没有那么 没有这把小刀来的扎实稳固 看一下任后对比 任后两把刀是差不多的 然后这一把刀做了一个防滑槽 刀刃和这个刀柄上面做了一个防滑槽 我先放在一边 然后是一个框架锁一体锁 吃进去二分之一左右 它这个刀刃有一大一点点出厂大一点点镜面处理的效果 我手上有点滑我把它擦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出厂大一点镜面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出厂分泌度吧 我拿一张白纸 非常锋利 轻松切直 因为它的刀刃比较短 所以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它切到位 还是非常锋利的出厂分泌度 然后看一下它的任 它的任上面是一个三任目三个字 它不是那个标志还不太一样 跟这一把不太一样 两把标志不太一样 然后是一个刀柄背夹 背夹也是跟那一款是 两款背夹是差不多的 但是 这一款的话应该握持手感 就差不多一个放在中间 差不多中间一个放在边上 但这一款的话明显就由于尺寸小 你很不得介绍的时候 但它可能这种尺寸的小的 它不是给你单手操作把玩 你更多时候其实还是需要两个手 或者在你熟悉之后 用点力把它然后把它推开 没办法像那一块刀一样 直接快开 用推刀里快开出来 但是 其实这两把刀我更喜欢这一把 首先它的任非常漂亮 带着镜面效果 然后在它 这边任上面的弧线比较好看 这边一条弧线 这边一条弧线 有点像假任坐在前面的感觉 做了一个假任 但是不明显 它也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假任 但是带着假任的特点效果 上面这边有一个图案 不知道是大鸟还是大蚊子 还是大鸡 但是摸上去是没有纹理感觉的 它可能是激光印上去的 我这边是可以看到 它上面在灯光的反射下 它上面其实是有那个紫色的光 不知道是这个视频上看不出来 其实在这边的话 你随着的转动的话 在灯光下 它会有那个紫色的变化 视频中可能看不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刀刃居中性 居中性很尚可 这把刀给人的感觉 就是非常稳固紧实 然后推刀扭推到指刀柱的那一刹那 那个撞击声 非常好听 非常清脆 然后整体刀就是非常圆润 非常圆润 放在手上你都不用盘 这冷角当然处理的也是蛮不错的 但是比较难盘了 非常好 这个平时削铅笔 削铅笔还是不错的 削铅笔 裁纸 然后拆拆快递 非常不错 非常得心意识的 就喜欢听 推到快指刀柱 快到指刀柱的那个声音 非常好听 这把三任务价格也不贵 三十几块钱 但是真的上手的手感是非常棒的 非常圆润 4024三任务 简单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就点个赞 投个币 关注UP主 谢谢大家